三姆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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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 這裡是三姆叔叔 我是Sam 隨著年紀的增長 體重也一直在增長 有些人適合各種方法加上運動 效果都不怎麼好 還有有些人好像沒什麼在 注重身體健康 每天精神卻很好 是不是很奇怪 這其中的奧妙 就跟時間有關 今天要分享的書會以時間為主題跟各位解說 這個時間不是一般的時間 而是被科學家稱為 體內時鐘的時間 如果我們的體內時鐘亂掉的話 做什麼事都會不順 甚至還會容易生病 這本書會告訴我們 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 就可以舒適又效率的度過一天 今天要分享的書就叫做 24小時身體使用手冊 這本書的作者叫做長找進線 他是日本的科普作家 30幾歲開始研究 醫療、健康、飲食、生命科學 採訪過很多醫生跟研究者 也出了不少相關的書籍 這本書其中不錯的地方在於 作者都有標註他參考的文獻 不是他自己在那邊瞎雞巴亂講 那我們就進入主題吧 我們人的身體大約是 以24小時為循環在運作 控制各個部位運作的是 位於大腦下士丘的 四交叉上合這個神經細胞群 那這個循環呢 就是跟我們的基因有關 我們的基因會輪流發揮功效 讓我們在早上起床後開始活動 到了晚上就會想睡覺 就形成了我們體內的時鐘 但我們人常常都是只意識到 體外的時間 而沒有注意到體內的時間 如果體內時間亂掉的話 我們人就容易生病 其實我們人的煩惱啊 疾病或是任何的身體不舒服 幾乎都是因為我們破壞了 我們體內時間所造成的 那如果不小心破壞我們 體內時間該怎麼辦呢 我剛剛有講到 下士丘的四交叉上合 他位於我們眉毛之間的深處 他掌管了我們體內時鐘的基因 我們可以透過早上曬太陽的方式 來調整我們體內的時間 就可以讓我們體內時間 跟外面時間達到平衡 其實我們人啊 只要還活著 每天都會重新啟動我們體內的時鐘 你會想說 那每天都會重新啟動的話 那幹嘛還要曬太陽調整 因為我們人一天的體內時間 大約是24.5個小時 那外面的時間呢 是24小時 這樣就會有誤差嘛 那如果都不調整誤差 久了就會有問題 為了消除這個誤差 我們的身體想到的方式 就是利用早上曬太陽 來重新啟動我們體內時鐘 調整誤差 所以如果你都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 就會讓你體內時鐘 重啟的不順利 節奏亂掉 因為我們體內的任何一個部位 都是按照體內時鐘運作的 所以長時間的日夜顛倒 你的身體就會容易出問題 好像是會高血壓 高血糖 荷爾蒙失調 甚至是癌症 而且如果過著不規律的生活 就算你均衡飲食 或是想要減肥 也很難看到效果 我們人的身體 就是以白天活動 晚上睡覺的循環為基礎 來生活的 一日之際在雨晨 我們的24小時 規劃就先從早上開始 剛剛有說到 早上起床曬太陽 到底早上幾點起床會比較好呢 根據統計 我們的睡眠時間 大約要落在7小時左右 所以 以不熬夜為前提 我們起床的時間 大約是落在 早上6點到7點之間 我最好是晚上11點睡 早上6點起床 曬曬太陽 做點輕鬆的運動 然後吃早餐 上班 對於通勤上班時間 比較久的朋友 這個模式可能比較難達成 沒關係 我們就以先睡7個小時為基準 調整自己的睡覺跟起床時間 不要熬夜 熬夜是破壞生理時鐘的主要原因 所以最重要的是 先降低熬夜的習慣 那早上起床曬太陽 運動 可以活化我們的血清素分泌 血清素的分泌 就能讓我們感到快樂 更有活力 那要做什麼運動會比較好呢 有人可能會想到跑步 書中說 早上起來我們的體溫還很低 身體還沒完全醒來 在這樣的狀態下 跑步可能會對身體帶來負擔 而且我想跑步對很多人來說 應該是 光用想的就是一個負擔啦 所以作者建議 早上起來 健走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要跑步 也不要過於勉強自己 早上四度的運動 還可以幫助我們活化大腦 提高學習的效果 那接下來就是 要吃早餐了 到底要不要吃早餐呢 有人會說要吃早餐 因為吃早餐能促進引導素分泌 這過程會讓我們產生熱 讓我們的體溫上升 活力提高 還可以重新調整我們體內的時鐘 那有的不吃早餐是為了斷食 他們認為不吃早餐比較好 那書中沒有特別推薦吃還是不吃 以時間的角度來看呢 正常進食就可以了 所謂正常進食 理想的時間是 早上7點吃早餐 中午12點吃午餐 晚上6點到8點之間吃晚餐 但我們現在因為工作的關係 常常容易忙到沒有吃晚餐 或是很晚才吃晚餐 或是去應酬吃宵夜 這樣都會讓我們晚餐到隔天早上的 斷食時間變短喔 就會導致早上要打開體內 食中基因的開關變得困難 這樣也會讓我們的生理時間變得混亂 所以最好的情況下就是 正常時間吃三餐 那如果晚餐還是很晚吃的話 書中就建議可以不要吃早餐 來減少我們消化道的負擔 其實不管你是屬於吃早餐派的 還是選擇斷食不吃早餐派的都可以 根據你們生活狀況來選擇 吃還是不吃才是重點 那如果你選擇吃早餐 就要注意 盡量不要吃麵包或是甜食 因為麵包跟甜食 本身算是高糖類食物 吃下去會讓血糖有極速上升的風險 尤其是如果前一天熬夜或是睡眠不足 會導致我們就算不吃東西 隔天血糖也會變高 胰島素的分泌也會增加 這時候如果你在吃麵包或是甜食 那你的血糖會直接溢肥從天 血糖極速上升會讓你在短時間內覺得 有活力有精神 但也因為這樣 胰臟就會大量分泌胰島素 讓血糖極速下降 過沒多久 你的活力就會開始下降了 那血糖極速上升跟下降會怎樣嗎 就會提高你的糖尿病的風險 還會讓你的腸道蠕動機能下降 日本負責癌症患者飲食的營養師 木內秀夫表示 得乳癌的女性中有八成的人早上都吃麵包 根據日本更山醫院院長表示 多數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早上都有吃麵包或是吃甜食的習慣 又按例指出 光靠飲食改變就能改善帕金森氏症的症狀 其實不只是帕金森氏症癌症或是其他疾病都可以透過改善飲食來降低罹患的風險 蘇中建議早上可以吃飯配味噌湯跟納豆 有時間的話還可以煎條魚來吃 如果沒有那麼多時間 早上去便衣商店就不要拿麵包可以改吃御飯糰 吃完早餐之後就準備開始工作了 我們一天當中工作時間大約是8個小時 其中有兩個工作的黃金時段 第一個時段是早上8點到10點 這跟我們睡眠中的大腦活動有關 在睡眠中我們大腦會反覆進入快速動眼期跟非快速動眼期 這個過程就能去除腦中囤積的一些廢物 讓你的大腦煥然一新 所以如果沒睡好在早上工作就會感覺到很沒力 下一個時段是下午4點到6點 這個時段是我們神經系統跟內奮秘系統衝疊的尖峰時段 是我們身體機能最高的時候 所以想要有效率的工作的話就可以好好運用這兩個時段 好那接下來到了中午 要準備吃午餐囉 如果你早餐吃的特別多 就算還不餓還是要吃午餐 因為你不吃午餐下午還是會餓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拿出一點點心來吃 與其這樣不如在固定的時間吃飯 對調整身體的節奏會比較好 我們的身體在下午2點到4點之間活動力會下降 就會有睡意來襲 根據瑞典對75000名的瓦斯工作者做統計 白天的話下午2點最常出現工作上的食物 我們一般認為是因為吃完飯後想睡覺精神不好 但其實不只是這樣 這也跟我們的身體時鐘有關 話雖如此 在工作中大家還是想盡可能的擺脫睡意 那擺脫睡意的關鍵呢 就在飲食 很多人可能因為中午沒什麼時間休息 所以吃飯就吃得很快 也隨便吃 就會導致我們的血糖快速上升 過不久血糖又會快速下降 這樣就會增加我們的睡意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糖類比較少的食物 或是選擇元席食物 讓我們的血糖上升幅度比較緩和 來減少消化的負擔 我們可以吃個香蕉、烤地瓜、腰果、核桃或是水煮蛋 也不要讓自己吃太飽 吃八分飽就好了 你就跟自己說如果吃太飽或是亂吃的話 下午狀態就會很差 這樣你可能就比較會注意午餐的選擇方式 那如果一個不小心吃太飽呢 這個時候直接回座位上的話 當然就會想睡 我們可以去散步個15分鐘 我就能有效的提高活力、抵抗睡意 相信各位一定還是會遇到過 怎麼睡不飽、眼皮一直掉 嘿朋友不要鬧、笑我理容好 下午鳥是一堆毫無精神直接鳥瓣 不如午休時間睡到落枕一地划算 當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那就睡個午覺吧 不要睡到落枕 我們可以設定一個15到30分鐘的鬧鐘 我們人就是白天活動的日行性動物 要在晚上睡覺才能讓我們的生理時鐘正常運作 中午如果睡太久 我們體內的時鐘就會亂掉 以生理習慣來看 一旦我們進入深層睡眠 醒來之後大腦就會暫時無法工作 日本知名的升學高中 明善高中 從2005年就開始在下午上課前 加入一個15分鐘的午休時間 據說因為這樣 讓這所學校的學生 考上明星大學的機率大幅提升 所以如果中午吃太飽 或是前一晚沒睡好 趴在桌上睡個15到30分鐘 可以恢復大腦的機能 對身體來說時間也算是剛剛好的午休 還有一些人因為怕下午工作想睡覺 就會買一些能量飲料來喝 這些能量飲料含有高果糖漿 喝完會覺得精神好是因為血糖暫時上升 加上飲料含有咖啡因 就會讓你覺得有精神 那對於想要調整日常生活節奏的人來說 就應該要避免攝取這種飲料啦 為了不要破壞體內時鐘的節奏 促進代謝順暢 我們應該要選擇 喝水 講那麼多就是 沒事多喝水 多喝水沒事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梗圖啊 就是如果男生起床後 發現變成了女生 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男生就說 我要多喝熱水 我他媽就不信多喝熱水沒有用 好啦 書中建議啊 早上起床就可以先喝一杯水了啦 可以讓大腸開始工作 腸道就會開始蠕動 就會讓你的早餐消化的比較順暢 對你的身體也比較好 也可以讓你的身體感覺到新的一天開始了 那中午除了喝水之外 書中還是有推薦別的 就是茶或是咖啡 因為含有咖啡因 就可以壓抑你的睡意 咖啡因的效果 大概在喝完的20分鐘到30分鐘左右 效果可以持續2到4個小時 所以睡前就盡量避免喝咖啡或是含有咖啡因的茶 好 午休時間結束啦 要開工了 想要有效率的處理工作上的事 除了剛剛說的 中午不要亂吃 午休不要睡太久之外 還可以靠微笑 我們都會因為工作上的一些鳥事啊 讓自己變得煩躁 這時候我們的交感神經喔 就會太亢奮 就會影響到我們工作的效率喔 這時候你會想說 遇到鳥事啊 工作壓力大啊 哪效得出來啊 根據日本研究自律神經的醫生 小林洪信表示 就算是假笑也可以喔 就算沒有什麼開心的事 只要揚起你的嘴角 就能活化我們的副交感神經 讓我們感到放鬆 我們身體的神經系統跟免疫系統啊 還有內分泌系統 是互相有關聯的 所以微笑讓自己的交感神經放鬆下來 就能調整好自律神經的平衡喔 那神經系統好了 我們的免疫系統也會跟著好 所以當壓力太大 煩躁的時候 試著微笑看看 疫情之前啊 不用戴口罩喔 你上班如果突然微笑 同事可能會想說 你在笑三小 現在都戴口罩了 你微笑也不會發現啊 就試看看吧 我試過了 效果好像還不錯 那工作完之後呢 就到了下班回家吃晚餐的時段了 書中建議啊 晚餐盡量在八點前吃 因為這個時間營養學啊 非常注重晚餐到隔天早餐 這段斷食的期間 那晚餐也是不要吃太甜 不要吃太油 不要大吃大喝 那如果真的沒辦法 真的忙到很晚才能吃晚飯呢 書中建議就可以吃粥 麵線 蕎麥麵 當主食 配菜就吃個魚啊 或是青菜 盡量不要吃其他肉類或是炸的 那晚餐過後呢 就到了一整天的尾聲了 要準備好好休息 放鬆睡覺 好好的睡覺 可以讓你的大腦 在隔天早上變得活躍 還能提高記憶力 增進學習效果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大腦會將一天的資訊做分類處理 讓資訊變成記憶 固定下來 那熬夜會影響到大腦處理資訊 反而讓學習效果變得不好 如果真的有什麼重要的事啊 就趁睡前看一下 早點睡 隔天再做複習 效果會比較好 那想要睡得好的話 有幾個方法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首先 睡前一個小時悠閒的洗澡或是泡澡 可以增加麥拉寧的分泌 這個麥拉寧呢 就是睡眠的荷爾蒙 泡完澡再伸展一下拉個筋 可以讓你睡得更好 再來 想要睡得好 就要避免睡前使用手機啊電腦啊 因為手機啊電腦啊螢幕啊散發出來的光 會導致我們體內的時鐘混亂喔 如果白天照不到陽光 那晚上又在明亮的光線下 身體會無法判斷現在到底是幾點了 加上如果你還是晚上熬夜追劇的話 哇 那影響就更大 所以想要調整自己的健康跟睡眠狀況的話 晚上就要減少使用電腦跟手機 還有就是 晚上10點後就不要工作了 過了10點還在工作 你的交感神經就會比較活躍 這時候就算你工作的差不多了 打算要睡了 也會因為你的交感神經還活躍 睡眠品質就不會好 長期這樣下來就會導致你的身體出問題喔 所以最好是在睡前的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留一段睡眠準備時間 這段時間讓自己好好放鬆 遠離3C產品 可以去泡澡或是做個冥想 也可以透過4-8呼吸法 來讓自己放鬆 這個4-8呼吸法 是小林洪信醫生推薦的 就是4秒吸氣 8秒吐氣 重複30秒 就能提高腹交感神經的作用 我們的氧氣也會更容易被帶到末梢血管 全身的血液循環會變得更好 大家睡前可以試試看冥想搭配這個4-8呼吸法 看會不會改善你的睡眠品質 最後除了剛剛說的不要熬夜 睡前不要玩手機之外 其中會影響我們睡眠品質還有 睡眠呼吸中止症 你們有沒有看過別人在睡覺的時候 會突然大聲打呼 然後突然停止呼吸 過一下再打呼 然後再停止呼吸 如果有這種症狀的話 就算你在正常時間睡 也會因為睡眠品質不好 帶給身體負擔 久了甚至會引發各式各樣的疾病 如果你每天都在晚上12點前睡 都有睡到7個小時左右 結果起床還是覺得好累喔 搞不好你就有可能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針對這個問題 你可以把睡姿改為側睡 這樣可以確保你的呼吸道暢通 光是這樣就可以改善你的身體狀況 如果還是不行呢 可以找醫療機構製作止寒氣 或是直接去看醫生 睡眠品質真的很重要喔 好的睡眠除了可以提高記憶力 增加學習效果之外 還可以預防老化 讓我們更健康更長瘦 那最後 桌子有講到 難道熬夜真的不好嗎 也不完全是這樣喔 有些人你看他都在熬夜 每天精神也都很好啊 甚至健康檢查也都正常 難道他們天生神力嗎 時間養學的柴田教授表示 雖然人是日行性動物 但只要能夠規律的在凌晨2點睡 早上10點起床 持續這樣的生活習慣 體內時鐘的節奏就會自行調整 這時候破壞這個節奏 反而會有問題喔 像是有些不能正常上下班要輪班的人 就可以在不規則生活中找出自己的節奏 來減少體內時鐘的時差 這就是為什麼那些熬夜的人 卻還是精神很好的原因 因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生活節奏 好 我們一日的健康規律生活就這樣講完了 接下來我們針對減肥做一點補充 我相信大家應該對這個減肥的主題比較有興趣 首先吃飯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從纖維質多的蔬菜類開始吃 再來吃肉跟飯 這樣可以讓血糖上升緩慢一點 所以外食族可以的話 就多點一道沙拉來吃 吃完再吃你們的主食 那在吃的時候呢 慢慢吃 細嚼慢嚥 除了對我們的消化好之外 還可以刺激我們的飽食中輸 這個飽是吃飽的飽食物的食 刺激到飽食中輸呢 就會讓我們有飽足感 就可以抑制我們吃太多 再來就是想要減肥 我書中建議大家 只要規律的吃就可以了 怎樣叫規律的吃呢 就是早餐在7點嘛 午餐在12點 晚餐大概7點左右 這是書中建議的時間 這個規律的吃呢 不是作者瞎吉巴說的喔 日本的健康醫養學教授 敬藤和雄 找了82個人做過規律飲食的實驗 實驗結果顯示啊 只要規律的吃 你的體重 體脂 內臟脂肪就下降了 這結果表示啊 其實想要變瘦 重點在於 戒掉零食跟消夜 所以瘦不下來的元凶 其實就是你的飲食不規律 或是心情不好就亂吃 心情好也亂吃 所以有想要減肥的朋友們 可以先試試看規律的吃 先調整自己的飲食節奏就好 不用刻意去管控 糖類跟熱量的攝取 就能有效的變瘦 那最後書中建議大家 可以用BMI來當作標準 在正常的範圍之內就可以了 至於BMI怎麼算 大家自己去谷歌一下就好了 我就不多說了 剛剛有說到要介料 零食跟消夜 這個零食呢 其中就包含甜點 如果因為壓力啊 或是亂吃東西 導致身體的節奏亂掉的話 就會容易讓自己的身體發炎 而其中甜點 就是容易讓我們身體發炎的食物 再來就是油 一般的油裡面 還有Omega-6的脂肪酸 也會讓我們的身體發炎 這就是為什麼會說 經常吃外食或是吃素食 對身體不好的原因之一 我們回到甜點 甜點就是集合了糖跟油的綜合體 根本就是要你一命三千 有些人喜歡在壓力大 或是煩躁的時候吃甜點 壓力大煩躁 就會讓身體容易發炎 這時候再吃甜點 哇 這根本就是火上加油 雪上加霜 和上敲鐘 你想說跟和上敲鐘有什麼關係 沒什麼關係 就單純想要有個上而已 好 回到甜點 我們大腦會把糖類當成能量 會特別記住糖的甜味 讓你每次吃到就會產生快感 你會覺得 真香 反覆幾次之後 你就容易上癮了 除了造成發炎之外 甜點還會讓大腸的乳動量降低 腸道就會變得不健康 也會提高便秘的風險 那腸道有問題呢 也會對我們精神產生負面的影響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的腦內荷爾蒙 血清素 有九成都是透過腸道分泌的 所以腸道如果不能確實蠕動的話 就會對我們的心情造成影響 所以你如果在壓力大 煩躁的時候吃甜點 當下可能會覺得很爽 但長期看來 你的身心靈都會出問題 那關於消夜呢 在晚上10點到凌晨4點這段時間 我們吃下的糖類 最容易被轉換成脂肪被堆積 這也就是為什麼吃消夜容易變胖的原因 我之前因為工作的關係每天吃消夜 直接判5公斤啊 想要減肥真的要戒消夜啊 還有就是睡眠喔 我們理想的睡眠時間大約是7小時 那如果熬夜睡眠不足呢 控制我們食慾的受體素分泌就會減少 就會讓我們的食慾增加 所以如果你熬夜 在該睡的時候還醒著 就算不餓 也會容易不小心就一直吃 所以為了維持健康的身體 還是要保持規律的生活跟飲食會比較好喔 那最後我們就來說說運動 想要燃燒脂肪的話 我們在空腹的時候做運動 效果會更好喔 我們在空腹的時候啊 體內的脂肪會透過肝臟 轉換成桶體讓我們使用 桶體就是我們身體能量來源的其中一種 同時我們的體內的自視作用 也會啟動 帶走細胞內的一些垃圾 其實光靠刻意不吃東西 來製造空腹的時間 就能燃燒脂肪了 那如果在空腹的時候 做一些有氧運動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燃燒更多的脂肪 那聽到有氧運動 有些人開始覺得累了 我不用擔心 蘇中這邊呢 一樣是推薦健走 健走不只能減肥喔 根據日本群馬縣針對65歲以上5000名的老人 做了13年的統計調查來看 一天走8000步 其中20分鐘快走 可以預防各種疾病 維持身體健康 那一天8000步大概是要花一個小時左右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蛤?要走一個小時好累喔 沒關係 根據資料顯示 就算稍微減少運動量 也能減少生病的風險 根據我們的身體時鐘來看 最適合運動的時間 就是在下午4點到6點這段時間 所以大家下班後或是假日 可以利用這個時段 見走個半小時看看 應該會有不錯的效果 那根據前面所說的你會發現 不能亂吃東西 也不能吃宵夜 不能熬夜 直接懷疑人生啦 感覺人生好像瞬間失去很多樂趣對不對 但有些人平常工作壓力就是大 我到了週末就想嗨一波嘛 出去喝酒 怒吃一波 或是有些人對甜點就是沒有抵抗力 那怎麼辦 就克制自己啊 不然怎麼辦 像那個醫生跟老人那個梗圖啊 老人說 我早上起床彎腰都會痛 那醫生就說 那你就不要再早上起床 中午再起床 或是 你起床那就不要彎腰 我開玩笑了 沒有這麼嚴格啦 研究時間營養學的柴田崇信教授表示啊 一個禮拜放縱一兩天的話 體內的時鐘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還是可以調適回來的 但連續三天都放縱的話 影響就會很大囉 所以 大家還是可以放縱一下 只是要控制一下 不要為了紓壓反而搞壞自己的身體喔 會說可以放縱喔 其中的原因就是因為怕我們為了要過健康規律的生活 反而讓自己的壓力太大 想要健康的活著啊 除了在適合的時間工作 吃飯 休息之外 壓力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健康喔 我們如果一直有壓力的話 交感神經就會一直處於活躍的狀態 這樣就會導致我們的 體內發炎 過度的壓力啊 反而會打亂我們自己的生活節奏 那如果放任這個壓力不管的話 久而久之 身體一樣是會出問題 現在的人啊 因為壓力跟飲食 而導致慢性炎症的比例 越來越高囉 慢性炎症就是會讓我們容易生病啊 甚至是得癌症 所以我們除了不要亂吃東西之外啊 還要懂得如何釋放自己的壓力 根據研究指出 韻律運動可以活化我們的血清素分泌 減輕我們的壓力 這裡說的韻律運動就是 劍走啊 瑜伽啊 深蹲 冥想 騎腳踏車 咀嚼 注意喔 不要做高強度的運動喔 高強度的運動會因為身體使用大量的力量 反而會讓我們感到疲憊喔 那我們生理上最適合運動的時間就是 剛剛講過了 下午4點到6點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下班就做個簡單運動 或是假日好好利用這個時間 一樣做一些簡單運動來放鬆一下自己 大家可以不用急著一次到位喔 慢慢來 不要讓自己有壓力 如果真的藉不到甜食或是油炸的 至少不要三餐都吃嘛 可以先改成一天只是一次 運動也是 不用想說一定要做很久喔 做到流汗 那想要養成好習慣的話 可以聽聽看我第9集的原子習慣 可以幫你更輕鬆的養成好習慣 戒掉壞習慣 當你養成了好習慣之後呢 這些行為啊 就不用多加思考了 因為已經變成習慣了 你不要小看這些好習慣喔 它可以讓你一天過得更順利 更有掌控感喔 先不說早睡早起跟吃的健康的好處 光是讓你不用多加思考就行動這點喔 就能讓你的煩惱跟壓力減少很多喔 總之 想要過健康規律的生活啊 前提就是 不要讓自己有過多的壓力 那以上就是這本24小時身體使用手冊 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我最後再幫大家快速的複習一遍喔 根據統計 適合我們的睡眠時間大約是7小時 所以我們起床時間就大約落在早上的6點到7點 我們地球一天是24小時 但是我們體內時鐘是24.5小時 所以起床後 我們可以透過曬太陽來調整我們身體時鐘的時差 再來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健走 健走跟曬太陽 都能讓我們分泌血清素 呼化我們的大腦 讓我們一早更有活力 接著再悠閒的吃個早餐 然後去上班 這邊注意喔 早餐不要吃麵包跟甜食喔 因為他們都算是高糖類的食物 吃下去會讓血糖有急速上升的風險 那急速上升後呢 過一陣子 胰島素就會大量分泌 就會讓你的活力下降 影響到你上班 除了活力下降之外 也會讓你容易得到糖尿病 那接著就要開始工作了 我們一天工作8個小時 其中有兩個黃金時段 分別是早上8點到10點 跟下午的4點到6點 這兩個時段是我們身體機能最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這兩個時段 來讓工作更有效率 那到了午餐呢 為了不要讓下午容易打瞌睡 我們一樣要避開高糖類的食物 也不要吃太飽 吃個8分飽就好 而如果真的不小心吃太飽的話 就去散個步 散步個15分鐘 那如果真的很想睡呢 那就睡個15到30分鐘 不要睡太久 中午睡太久反而會影響我們身體的節奏喔 那到了下午4點到6點這段時間 除了是工作的黃金時段外 也很適合運動 不用做什麼激烈的運動 我們花個半小時去健走 這樣除了可以燃燒脂肪之外 還可以降低生病的風險 那接著就到了晚餐時間 我們晚餐盡量在8點前吃完 吃完之後就是你的自由時間 看你要耍廢還是做什麼 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那到了晚上10點之後 就盡量不要再工作 或是使用3C產品 可以去洗澡泡澡 做個簡單的伸展 讓自己好好放鬆一下 活躍腹腳感神經 這樣做可以讓我們的睡眠品質更好 睡得好我們身體就好 最後到了11點到12點這段時間 就是我們睡覺的時間了 一天就這樣平安的度過了 感謝飛天小女警的努力 這邊還要注意的一點是 除了剛剛講的 要注意時間跟飲食之外 壓力也是會導致我們身體不好的關鍵 所以不要想說一次就要改善自己的飲食習慣 這樣可能會讓你的壓力很大 我們慢慢來 書中有說 一個禮拜可以放鬆自己兩次 就兩次喔 三次就多了 只要調整好自己每天的生活節奏 不管是針對想要減肥的人 或是有過敏 有其他疾病的人 都會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聽到這邊 有人可能會想說 這本書不就是在講說 早睡早起啊 不要熬夜啊 我不要吃垃圾食物啊 這我早就知道啦 沒錯 就是這樣 你知道歸知道 但是卻很難做到嘛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 不會有人跟你說什麼 體內時鐘啊 還是什麼早餐吃高糖類的食物 會讓你的血糖快速上升再下降啊 會讓你沒活力啊 還容易得糖尿病之類的等等 在這之前 你也不知道 原來壓力 除了心理上的影響之外 生理的影響也很大喔 這本書就是用科學的方式來告訴你啊 什麼時間適合做什麼事 讓你了解你體內的時鐘 根據你身體的時鐘來過生活 就能讓你做很多事都能事半功倍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多注意自己的生活習慣跟體內時鐘 現在不養生 以後老了就要養醫生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私去我的IG 或是在下方留言跟我說 覺得不錯的話 五星支持鼓勵分享一下 那這集就分享到這邊 拜拜